傍晚 位于哈里森港东边的湖林突然出现了剧烈的震荡 一开始还是周边的猎人惊慌失措 感觉是地震 但很快就连城内都察觉一况 浩浩荡荡的烟尘就像是火山爆发一般腾空而起 在大地上拉起一条长长的一字形云墙 即便是暴雨也没有立刻将这尘埃云冲下 而其中震荡而起的金属焦明更是与天上的雷声呼应 宛如在大地上迸发的惊雷 发生什么事情 自己的卧室内 格兰特子觉当时从床上起身 他此刻惊怒交加 但那远远传来的原质震动令他不可能不在意 匆匆穿好衣服 主妇身侧的红发女子自己收拾一下 格兰特子觉催动原质 腾空飞到子觉府顶端 远远眺望湖林中的剧烈震荡 与此同时 亚姆爵士与拉玛尔也都匆匆赶到子觉府 他们显然也察觉到远方的不对 两个第二能级巅峰的土鼠升华者在战斗 当子觉从半空中降下时 他眼简易该地对自己的核心团队讲述自己观察到的情况 一个可能是那个寻间骑士 另一个不认识 完全陌生 但也不像是土著 帮谁? 拉玛尔眉头紧皱 这位红发美人为格兰特子觉整理衣领 然后宁重道 不管是什么麻烦 帝都的使者都不能死在我们这 但他死了最好 的确 死了最好 但咱们谁都不帮 亚姆骑士却摇摇头 谁知道这是不是刘因骑士自己惹出来的麻烦 他们寻间骑士的名声大家又不是不知道 死在哪里都不奇怪 他侧过头 看向神色肃然的子觉 刚刚有几个藤兰布那边的赤后过来 说刘因已经发现我们正在拉拢土著 合伙欺骗帝都原著 他要八百塔勒 再加五百给咱们评定血忧 顺便还把自己的印章给了我们 要不是我父亲也是寻间骑士 我还以为这行当自古以来都这么贪得无厌呢 格兰特子抉择了一生 一千三塔勒 不多 就是不知道他从哪里惹来这么个人物 我愿意给 他未必能活 话必 他又转头对拉玛尔道 最好谁都别帮 只要我们不动 就可以说不知道和没看见 倘若真的动了手 发现另一方是某位大贵族派过来灭口的禁卫呢 他们大贵族和皇室的明争暗斗 和我这种平平无奇的乡下子爵毫无关系 他们爱怎么打 就怎么打 我们还要防备土著呢 说到这里 格兰特子爵冷哼一声 看向远方的烟尘 亚姆 你去把普德叫上 调动炼金火炮 谁敢朝城市方向靠近 就轰他 土著那边也别忘了 多派点赤后 拉玛尔 你去把我密库中的录影仪取出来 把这一切拍下来 假如最后结果是刘英骑士死了 把这段录像用私密渠道发给帝都 就说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间人是意外拍下来的 如此下达指令 子爵提醒道 假如后来我们要用炮轰 就提前关掉录影仪 说咱们这边能源不充足 再要一批援助 真的有用吗 借口也太拙劣了 而且这不就是暴露了我们是摄影者吗 拉玛尔自然会按照格兰特子爵的嘱咐去做 但是这一切简单荒诞的近乎而戏 令他感觉有些茫然 就这样 而且还要援助 帝都怎么可能给我们 他们的使者都在我们这里遇到袭击了 别以为政治很难 更何况这是真的和咱们无关 子爵摇头 我们是乡下人 整得太复杂 帝都那边反而要觉得别有用心 对了 记得用那家伙的印章给咱们写个优 另一侧 依恩也注意到狐林的动静 打起来了 深呼吸一口气 少年虽然心中一沉 但因为早就做好心理准备 故而并没有思索太多时间 是老师和那个骑士 无论谁胜 我都得做好准备 转过头 他看向自己弟弟的房间 叹了口气 但在此之前 得先把埃兰转移走 此时此刻 埃兰身上的雾气仍然是一片黯淡的星红 漆黑的雾气与血色混淆 始终难以消退 不仅仅是子爵斧和依恩 土著一方 也察觉到哈里森港方向的动乱 虚 不要异动 大红山林树海的底部 巨大的地底沿洞中 无数树根囚结 汇聚成一个宛如小湖泊般的巨大凹陷 其中满是树根升华蒸腾而出的露水 一头巨大的恶龙就静谧地匍匐在这露水湖中 它浑身上下满是伤痕疮 侧腹更是有一个巨大的轰击伤口 巨兽六目紧闭 宛若沉眠 但随着远方的战斗震荡 它猛然惊醒 六对赤红色的眸子凝视着远方 纯粹的兽性愤怒在其眼中堆积 令它想要动身 可虚弱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中断巨兽的行动 的确 是帝国人在内斗 但并不说明我们可以占便宜 巨兽的头顶 诸多坚固极次环绕之地 一个模糊不清 几乎快要融入恶龙血肉中的人形缓缓开口 我们无法战胜任何一方 大萨满疲惫但冷静的声音响起 修养 山巢之主 树海之灵正在用自己的原制为你疗伤 不要浪费我们的一片好意 藤蓝之灵们也在修养 我们现在 没有和哈里森港战斗的力量 不甘不愿 低沉的吼叫一声 恶龙才再次缓缓闭上双眼 但是那人形却侧过头 没有眼瞳的双目摇摇看向东侧 奇怪 大萨满阿尼姆遗留的躯壳有些不解地自语 为什么若是受创的那个气息稳定 而完全压制的一方 气息却在逐渐衰退 狐林 暴雨中 阵阵泥水弥散的雾气扩散 激逗的人影暂时分离 又一次 维格斯的攻势被击退 老骑士仅仅只是简单的仪式下辽剑便直接搅乱对方的重心 留阴骑士的古言巨剑差点脱手 整个人更是不住后退才稳住身躯 没有跌倒在地 但 神色更加凝重的 却是西利亚德 哈哈 老头子 没有体力了 维格斯浑身骨质铠铠甲已经破碎不堪 甚至胸腹处有好几道深邃入骨的伤口 鲜血流出 染红了半个白色铠甲 但他反而大笑出声 墨绿色的眸子终满是快意 导师 你前十分钟没有杀掉我 就等于你输了 呼 面对昔日学徒的狂妄宣告 西利亚德并没有回应 他只是深深的呼吸 苍老的面孔上满是疲惫 老人铁塔一般的身躯仍然稳固 身上半点伤口都没有 甚至就连外衣上都没有战斗中沾染上的泥水 足以证明他对之前的战斗根本游刃有余 单方面的碾压 可是 气息衰弱的却是他 维格斯的伤势的确很重 西利亚德一剑刺穿他的胸口骨板 贯穿右肺 又有一剑贯穿腹部 切断好几根肠子和一颗肾脏 对于普通的泰拉人而言 这已经算是冰死的重伤 更不用说刚才西利亚德剑柄一锤 直接敲碎维格斯的头盔 如若不是灵能稍微读出些许老骑士的动向提前泄力 他的大脑就已经被锤得只剩下一团江湖 但对于第二能级的升华者来说 这样的伤势 却根本不影响短时间内的战斗力 而西利亚德的原制波动却愈发衰弱 现在更是已经快要无法维持第二能级的底线